所以我们做完第一个Sensitivity Analysis之后 我们就开始分析和最后一个修订 另外我们就做了三场的持份者工作工作 我们请了不同领域的人 包括政府、学生、业界、职业、发展商、商会等等 他们参加了三次不同的Stakeholder Engagement Workshop 其实Stakeholder Engagement Workshop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欢迎新的框架 因为比起以前只有一条路选择 现在多了两条路给大家去选择 可能我们那次参与 可能比较多的Facidity Management Company 他们希望他们很有兴趣做这个Competent Scheme B 就是分阶段去做食权的 他们会比较受欢迎 另外就是支持一个管理 因为他们觉得管理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们相信政府的政策支持 就可以提高参与率 这个很理所当然 另外就是他们有些会更大胆点的提议 可能说Beam Plus EB Certified的建议 会减税、地租差响那些都可以帮忙减到 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不过暂时未实行到 我们经过Sakeholder Engagement Workshop 之后 我们就会再做一次微调 当然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有27个 大概27个Saring Committee members 去掌握的项目 都是来自不同的各项各业 所以我们就出了三条路 A、A餐、B餐和自选评估计划 我想针对说回Compagnum Scheme B的做法 Compagnum Scheme A一次过做了这么多项目 但Compagnum Scheme B 其实有很多可能令到大家去做 但重点就是三年 但这三年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到图表里面 假设我第一次进入Site Aspect的范畴 由拿到Site Aspect的结果 你又可能退了一些位置 应该由这一点开始 一开始就是进入Site Aspect的范畴 然后这一点应该就是 拿到那个结果 由拿到结果的三年之内 需要做到其他Site Aspect的Site Aspect 即是我们有 如果不计Innovation的话 我们有六个范畴 其实变成有很多的Compagnation 可以1加5 2加2 或者3加3 都可以的 但作为Consulting的角度 或者作为Propriety Management的角度 你不会特意拆散 基本上 我们预计都是两次 或者三次 最多 在拿到第一个结果的三年里面 你们就一定要去做一些更新 或者是准备一些Document 去做一个Site Aspect 目求在拿到第一张Site Aspect 之后的三年里面 进入其他Site Aspect 这个就是一个Time Frame 最多三年 因为我们也不想去 一些Project 进入完之后 拖到不知何时才再启动 有条路 就是三年内 要做其他事情 三年都是一个合理的时间 如果算是在初次Submission 头头尾尾尾 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但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Scheme B的做法是怎样 好了 我们有两个 两套Scheme 自选计划 以及综合评估计划 那里面 现在看到的就是 看到的范畴 其实大部分是一样的 就有 场地 用回英文 Site Aspect Material and Waste Aspect Water User Management Energy User 还有一个分别就是有创新 在综合评估计划里面 有一个创新 就是Innovation 在自选计划里面 就是没有创新 但是是否代表 创新不可以在每一个 项目都有呢 其实我们现在设计到 是每一个项目都有 一些创新的分数 基本上 因为我们是知道 它不会无端端有一个 存在设计创新的 创新的 你可能拿一个 能源的 可能用水的 或者用管理 所以我们就 没有了创新的 创新的 创新里面 我稍后会很快地 再考虑每个 项目里面 大概会有什么 分数 这就是对比 一些比较 其实 看到我们的分数 我们是 1.2的分数 我们总分 是有106分 加15个 分数 在2.0的综合 评估计划里面 我们的分数就多了 就变成150 加48个 分数 另外在自选计划里面 你看到自选计划里面 每一个项目 其实他们的总分 都是四十多分 再有的 就是不想说 可能大客户 做了几分 就拿到一个证据 我们就做多了 爆多了一些分数 所以 你见到自选计划里面 有288分 好像很多 当然我们不是预期 一次过做完 280多分 如果你拆散去看 逐个去看 基本上都是做40多分 基本上 另外你见到 和旧版本 1.2版本 有一个最大分别 就是说 我们新版本 有大量的 bonus credit 就是多了一些奖励的分数 就是比较高 另外我们就是在自选计划里面 分数更加可以更加灵活 因为都有27个 bonus credit 基本上 这个就是有一个分数的比较 我们多了分 就是不可以说做多了 但是可能我们做一件事 可能取得分数更多了 就是说 我们考虑它的那个 就是说 碳排放 或者它的难移度 去决定 做那个动作 是可以取得到多少个分数的 那我们的评级方法 其实有几个要求 第一就是说 喂 我们有先决条件 我刚才也说 最重要 过不了最重要 哪里都不用去 这个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 范畴都有权 还有一个数据 那一会会说一会 另外呢 我们是需要 每个 我们去决定 他们取得什么 都要看他们 在每一个项目里面 取得多少%的分数 那和呢 我们和1.2版本 有一些不同的分别 就是那些 bonus credit 是可以在那个 credit 取得的 那就是假设 我在能源里取得了奖励分数 那奖励分数 那奖励分数 是计算到能源那里的 因为在旧版本里面 这个奖励分数 就去了创新那边 但是这个版本 就是能源方面的 bonus credit 就在能源那里考虑回 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 权重那样的 那样的 那样的 这表看到 其实我们有 六个 aspect 如果不计创新的话 那其实我们 我们加上是100% 那你见到我们就是 管理性和能源那方面 它们的数据 都是比较重 就分别占了24% 那另外 相对小的 就是 其中一个是 室内的数据 因为室内的数据 因为室内的数据 本身就是 其实都说 很难去 对一个存在建筑 去改一些室内的数据 因为室内的数据 都已经在 要做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所以 它是最小的 最小的 另外 材料 用水 或者室内环境质 其实都是 大概占14% 大家的数据是差不多 这个是综合评估计划 分数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分四个高级 白金、金、银、铜 拿到白金是要过几个关 其实要过七关 好像是困难了 因为 但其实就移了 不敢说移了 但就是说 会确保每一个项目 都做得十分之好 刚才也说 在权重方面 管理和能力 它是占了24 我们觉得 重点是摆在这两个范畴里面 所以你看到 独立来计 在管理中 或者 EU 如果想得到一个白金的级别 它都需要得到 70%的分数 假设 在能力 这个项目里面 有40分 它一定要得到28分 或者以上 才可以得到白金 如果你看回 最小的 其实 总分 就是要得到40分 而它在能源 和管理中 都要得到40%的分数 但其他项目 只要得到20%的分数 便可以了 基本上 我会这样说 就是 得到一个计划 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但如果 真的要得到一个 高级的计划 即是 可能要花些精力 去做 也可能 跟之前的 版本有些不同 就是 每个项目 都有最小的项目 每个项目都有最小的项目 即是 真的得到白金的大厦 是相对实质 更加昂貴 因此 每个范畴都能做到 弱干的水平 因为 我们可能在Beam Plus 被人批评了 可能水 本来水 材料没有 人们完全不理 水或者材料 但可能他们也得到白金 但我们在2.0 希望 每个项目都有 最小的项目 让他们做得比较好 这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计划 但重点就是 如果 某些项目 是得到白金 但我只得到一个 项目 最低的 就算是最低的 即是 我其他都得到白金 但我一个 在假的计划 这是幻想的案件 只要在水 在水 水即是拿到银 整个计划出来的结果 拿到最低的 就是银 基本上 就是 刚才说 要令到每一个 项目 在每一个范畴 都是实至名归 所以 就有这样的 屋去实现 另外一个 叫自选计划 自选计划 的级别 不是叫白金 金文童 用四个A 去做代表 这是A字 这是Beam Society 我希望你们 不会看到其他东西 就是A 就是 Excellent Very Good 和Certifactory 看到一个范畴 就是说 因为你是独立范畴 去看 即是说 每个范畴 Energy 水 或者是 室内华的质素 你只要拿到70% 那些角度 就会拿到 卓月 就是Excellent 另外如果做了40% 就是 我们叫A 或者Certifactory 这就是相对的 就是 你几多个Apropo Certifactory 成了几多% 就是拿到 那个 Grading OK 好 那有些 注意的地方 那 Provisional Assessment 中间的评估 暂定评估 只是适用于A餐 B餐 和自选计划 是并不适用的 另外就是说 综合评估计划 月的B餐 就是 刚才都说了 三年内交完 申请 出了第一个结果 三年之内 要加上其他申请 去做一个评估 但是在标题里面 有一些 就要打到井号 打到井号的意思就是什么 假设我先进入了Energy 那可能 你三年后进入的记录 都是需要进入 打井号的 要再重新进入多次 但是那些只是 for record only 并不 会用来评估 那就是说 如果突然有些 效果差了的话 是不会影响到 你的结果的 但是基本上 纯粹是for record only 那也要重新再交多次 有井号的 就要再重新再交多次 OK 那证书的有效期 一般的Beam Plus 的家庭都是五年 Comprehensive Scheme A的那张照片 五年 做完评估 拿了一张照片 有效期五年 好 B餐的那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有效期三年 然后真的做完 其他expert 再推出那张照片 就是五年 另外散餐的那一张 事选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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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其他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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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就會有大概15分鐘的時間給大家提問 請容許我講得比較快一點點 在營運方面其實有一個叫做先決條件 Prerequisite Prerequisite就是一個Green Purchasing Plan 可能就需要一個管理公司 或者一個Lenoid 就是針對他們買東西 或者買一些服務裡面 會不會考慮一些綠色的採購 例如用一些有能源標籤的電器 可能是一些sustainable wood的傢俬 會買一些小材料 內容性高一點等等 希望那個建築管理公司 一個計劃去介紹員工去買東西 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一些不同的系統 因為剛才也說過 我們這個概念是用ISO 9001的計劃 我們亦都認識其他ISO 或者Oshar那些標準 所以就說如果一些大廈 在走一些環境管理系統 EMS Oshar 萬801的那個 或者是ISO ENMS 501的那個 在走這些系統的話 其實都會幫助拿到一些分數 基本上 另外第二樣就是 關於一些ESG的採訊 環境社會和管治的披露事項 可能港交所 對一些Listed Company 都會對上市公司 要求希望他們聯報裡面 或者獨立地出一個報告 去講述他們的環境和社會 環境和社會 環境社會和管治的事項 我們亦都希望管理公司 可以向公眾披露他們的 維持能力的政策 或者他們講述未來的目標 可能會否十年後希望那個大廈 減到X%的能力 或者Y%的用水呢 這些希望是 講述大家聽他們希望會這樣做 亦都是用國際供應的標準 GRIG4的要求 去出一些ESG報告的 另外營運管理 就希望有Beam Pro Beam Pro Beam Pro不是邀請了 而是希望大廈管理的人員 都已經是Beam Pro 或者他們有專業的認可資格 又或者是有適當的員工培訓 可能不同的學會都有不同的CPD 在Beam Pro 都希望一些前線的員工 或者是一些管理人員 都有不同的CPD 要求的 另外這三個Exit Group 就是屋宇設備 或者是Building exterior 的一些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有沒有足夠定期的維修 去做好維修 令到大廈的壽命可以延長 或者令到他們的 不同的屋宇設備 是走進一個比較 optimal 的狀態 另外七個就是 Eatronic ONN Platform 這個是一個 bonus credit 來的 因為傳統上 可能如果做Program 可能你要炒一些資料很困難 你炒過ONN menu 不知道放在哪裡 或者炒了出來 幾千板紙 不知道在哪裡找到 所以希望會有一些電子平台 可能設置一些東西 可以上一個平台 而一些管理人員 可以 或者是前線的員工 登入之後 就可以下載相關的資料 可以儲存他們 做一個營運 室內空氣質素的管理 裝修期間怎樣處理 會不會是做好足夠的保護 可以使用室內空氣更加好 綠色清潔 用的殺蟲水 環環保 或者是 會用一些綠色的清潔劑 綠色的清潔劑 例如綠色的清潔劑 那些是 擺到一躍乾的環保的清潔劑 去做清潔的工作等等 這就是跟用戶參與有關的 例如說 香港Green Green Council 所謂的Green Tenancy Driver 綠色的租約 那就是 會不會是 租客和管理公司 或者和Leno 分享一些成果 例如分開計算冷氣費 或者是大家拿回一些 如果是節省一些電費 會不會回贈給租客 又或者是會不會大家都知道 大家用電量是多少 回收多少 做到更加公開 透明這件事 營運就不是太難拿 這些分數 都是相對容易 Site Expect 就是 講一些場地 有些什麼分數 會考慮到 就是 究竟大廈本身 屬性是怎樣 即是 它本身有沒有被 Beam Plus 或者其他的Green Tenering Tools 去證明過 或者如果它沒有的話 它會不會附近 一些Site Amenity 或者有若干的 效果 可以令它幫助得到這分 就是這分 考慮的重點 另外 噪音污染 以及光污染 不要有噪音 不要有光污染 其實我們很簡單 因為我們沒有很硬 很硬的 攝影師 就是說 會不會真的響應 政府的那個 檔案 說 11點到 11點 12點 到7點 就會關燈 這樣 這個也是會考慮的 綠化 天台綠化 或者是一些熱海效果的 剩下 Vertical Green Wall 等等 都是Water Features 剛才都說過 另外就是 企業社會的責任設施 因為我們希望 不單止更加環保 就是希望可以 令到不同的用戶 去用大廈都更加方便 譬如說 會不會有一些 暴雨室 給寶寶 換片的地方 租任的輪椅服務 有沒有FREE的Wi-Fi 有沒有FREE的飲水 導蠻犬 可以進去 等等 都是一些評估的範圍 裡面 另外就是 如果你是BIMPO 你會看到這兩份 就本來在IEQ的項目 搬了過來 就是能夠操控到 大廈的維修 做得好不好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無障礙設施 就是希望建設一個更加 Hermanence的社會 尺寸的尺寸 尺寸的尺寸 尺寸相對小一點 尺寸的尺寸 用材和廢物 有什麼可以考慮到呢 材料購物 我剛才的 薄金購物 就是考慮到 尺寸的 這就是針對一些 買的 或是 損耗品 例如墨盒 紙張 或者一些 維持品 例如一些電腦 採購方面 基本上會是怎樣的 綠色認證產品 因為見到 建造業會 香港綠色建造業會 或者其他國際的 認證的機構 都會出了一些 標準 例如 包括 G-PASS 買一些已經有認證的 綠色產品 會不會 考慮去買呢 另外 臭氧 就是 Ozone Deputating Substance 現在都很難買多一些 雪種 不環保的雪種 但是 存在的建築 我們需要不需要 一個 去製造它們 這是考慮的因素 廢物方面 整個 材質的設計 就是 買東西 就是進入大廈 然後 垃圾 就是離開大廈 就是進入和出去 都會考慮到 廢物管理計劃 或者 有沒有足夠的回收筒 可能是 除了三式筒之外 有沒有一些是 玻璃、舊衣 小營運動 小營運動 等等 食物浪費 這個都要考慮到 還有有沒有減快行動 減快行動 意思是 有沒有做 減快行動 可能會不會做一些 審計 發覺原來 基本的垃圾 家居垃圾 或者生活上 垃圾 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還可以製造 做多一些 廣告 或者是提供多一些 回收的設施 可以令到 去堆填區的 垃圾的數量 減少 這個就是我們 做過減快行動 然後再看 究竟 有什麼空間 可以去提高回收率 以及減少減快行動 還有一些 安西的 譬如沒有一些 食物製造 或者是一些 可以能夠分析 令到 運輸期間 更加衛生 和小一點的 分量去做運輸 等等 這些都是 減快行動的範圍 能源 能源 譬如 它實際上 做能源檢測 政府要求 10年做一次 那 BIMPUS的精神 比政府的要求更好 所以我們希望 大廈五年做一次 五年就做一次 能源審核 是的 我們會做一些 能源的管理 看看會不會有 一些計劃 剛才我提到 10年後 減多少電 電是怎樣去計劃 能源分析 可以知道燈用多少電 冷氣用多少電 電 電力用多少電 小力用多少電 等等 教研 即是 能源分析 能源分析 所以我們需要 提供一個原本的 公司記錄 如果交給你 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 就可能要做一次 延續公司記錄 但做完延續公司記錄 之後 我們也要持續教研 我們沒有一個定 沒有定義的期限 就是關於大廈的運作 他們去決定多久 再做一次 調整 因為可能你用幾年 又要減少 又要再調整 這是一個 公司記錄 另外一些 能源分析的管理 都可以考慮到 Benchmarking 和自己改善 其實 EMSD 說 會做一個 能源審核 去存好資料 然後 大家可以 Benchmark 進入大廈的資料 就可以出到 看看你和 這麼多個同款的大廈裡面 排第幾 我們當然排得高 越高分 已經做得好 我們也是 根據自己的排名 去決定 我們可以自己 和自己比 可以再增加多少 如果我排得差 我排得對美 基本上 就是我大量 有大量空間 去做得更加好 如果我排頭位 基本上 其實大家業界都會說 喂 我已經做到盡了 我還怎樣殺下去 基本上 所以我們要求 再殺下去的要求 那些要求 就會更少 所以我們 這裡就會說 用EMSC 的Benchmarking 或者用Hong Kong Building Council 有一個 For commercial building 的Benchmarking tools 都可以給大家用 那就改善 譬如說 有些 Research 有些Paper 或者可以真是 複製到最新的 Building Energy course 的requirement 有沒有可再生能源的系統 個別能源收費 就是說 我租了一個Data Center 我分開收取冷氣錢 或者是其他 都可以提出 去拿一個 叫做能源使用的 bonus credit 用水 水是多了很多 跟舊版本比 範疇多了 有三個 就是說 用水的計劃 conservation plan 節約用水計劃 有沒有一些 基本的 節水的設備 譬如有 Rails的標籤 水質調查 經過沿水事件 這個都很 熱門 基本上 保證飲用的水質 真的符合 水務處的標準 我沒有說 跟細緯 因為細緯真的有很多 標準 但是現在水務處 多了一些標準 節約用水方面 我們有幾樣 就是節水的設備 就是 用Rails的標籤的結具 水塔的用水 recycle water 中水回收 或者是saving performance 我們有兌電費單 我們都會incorbera 兌水費單 當然 你看Absolute 未必過理想 我們都會容許 大家做回 normalization factor 可能會多了人上班 等等可以去normalize 有一個fair的 benchmarking 另外就是 沒有參加水務處的 優質食水計劃 沒有足夠的水標 可以知道不同的系統 用了多少水 水的審核 還有一個twin tan system 這個 bonus credit 來的 雙水缸系統 希望他們可以做得好些 就是無間斷地供水路 淡水或者鹹水都可以套回到 在沖水方面 沖水也重要 雖然說是海水 但我們都不想太多碳排放 因為你排出的污水 是需要做一個 渠武處是需要做一個療程 才可以排放出去的 所以排放少些污水 就是 indirect地減少了污水處理廠的用電量 我們都會看這些 除了一個折水系統 例如Dilfush 紅海線 有Wales的尿兜 Dilfush 我們會看看大廈有沒有參加過 又是水務處的優質供水計劃 這個是沖水 食水和沖水各有一個 scheme 還有沒有定期做維修 還有沒有做漏測試等等 最後就是室內環境質素的 aspect 傳統上IEQ看幾樣東西 Thermo Comfort Light Comfort Acoustics 還有室內空氣質素 我們都是圍繞這幾樣東西 我們希望做一個 用戶的 satisfaction survey 如果管理公司可能 出一兩年左右做一個 survey 看看建築用戶的意見 你可能對哪一方面有意見 然後去做一個改善的 另外就看通風方面有幾分 最少通風的要求 公共空間的通風 又或者是一些 有污染物產生的地方 提供一些獨立的抽風系統 等等 熱舒適度 根據溫度濕度和風速 因為溫度提高 你不一定是覺得不舒服的 因為可能有風吹過 你也覺得個人舒服一點 太濕 雖然溫度不是很高 但你也未必覺得很舒服 這就是下一個平衡 生物污染 就是針對水塔 或者是一些水系統 他們的設計 是否可以預防一些 退悟軍人症的傳播 垃圾房有沒有足夠的除臭措施 會不會做室內空氣的監測 無論是在室內 或者是在停車場裏面 停車場就是做兩個 即是一氧化碳 和二氧化淡 應該做這兩個 另外就是可以參加環保處的 IQ certification scheme 有兩個類別 Good class和Excellent class Excellent當然會比Good的 另外燈那方面的系統 就是你看 是否夠光 又或者是你看 Color Rendering Index 是否顯示到 真的顏色 又或者是否太光 太殘眼等等 在平常的環保處 和寫字樓 或者是班房等等 以及一些非一般的佔用空間 例如過客的 大堂的Lift Lobby 或者是公共的走廊 等等 都是一些 常常擔心的地方 另外就是 噪音方面 分別有 背景音速度會太吵 回音時間長定短 隔音做得夠不夠 以及震動的處理是怎樣 這些都是 室內環境質素裡面 會考慮的一些範圍 好 講完一些測試規定 講一個好處是甚麼 我們希望 鼓勵大家 參加一些 Beam Per Successing Building 其實我們 好像說我們可以 鼓勵一個 漸進式的改良 一個步驟的漸進式 就是 分段評估 令到 大家 不用一次過做完 不用那麼辛苦 慢慢去做 又或者是用一個自選計畫 因為自選計畫 出了來之後 你沒有一個 obligation 要吃完全餐 你做得好 就去申請那一飯 希望鼓勵更加多人參與 另外就是 鼓勵用戶改變行為習慣 Drive Behavioral Change 即是說希望 我們加一些貨幣 在自選計畫裏面 我們有些分數 是 希望那個 建築管理公司 會 集合一些 活動 去提高 用戶的意識 基本上 都是幫助 那些分數 我們在大廈 也有 譬如我們大廈 在對面 三層樓高 計算第一 三層 星期一和星期五 都會鼓勵走樓梯日 基本上 這些手段 去提高 認識 另外就是 香港綠色建築業會 也有很多不同的 委託 我們都提供了 在 Beam Plus 例如 Green Henancy Driver 綠色租約 或者一些 G-Pass 那些 變成 可以 有些朋友說 我做這麼多種東西 大家會有些互認 這些分數裡面 可以有些少許互認 不單止 Hong Kong Green Building Council 裡面 其實也在說 其他環保的獎項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 IQ Scheme Hong Kong Award for 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優質食水計劃 防協有個VBAS等等 你可以參與這些計劃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不同的範疇 拿到一些不同的分數 基本上 最後就是 響應政府的 節能藍圖的目標 40% 我們希望可以協助到 達到這個目標 為我們下一代做得更好 好了 這個很小的字 希望大家看到 我很快地說一說 這是一個過渡期的安排 Great Spirit 我們新的版本 3月24日 正式接受登記 在3月24日 到9月30日期間 都可以參加1.2或2.0 都是任大家選擇的 有一個Great Spirit 但是 如果你在3月24日至9月30日 這段期間登記 舊版本的話 你就需要在1年內做一個 申請 無論是 Provisional Assessment 或者Final Assessment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需要 大會就將你登記1.2那天 就會轉為2.0 基本上 如果你還想登記舊版本 當然我未必很鼓勵大家 做舊版本 但可能有些原因 可能也想做一個舊版本 你做一個舊版本 你就需要在1年內 進入申請 如果不是 就會升級 做2.0 這就是那個安排 當然也要補充差價 那些 這個再說 如果是Beam Society 今天也出了一個 Circula給Beam Professionals 都說回最新的安排 這件事 好了 這幾件事 大家可能會關注的項目 就是說 究竟 拿了Beam Professionals 是否真的好東西 希望大家也會接受